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物给修补好 可是这样的画面已经落伍了 作为现代修补师 除了必须具备人文思维和艺术专业 还要懂得基础科学的运用 才能够升任他们的工作 今天的节目里 我们将介绍台湾博物馆典藏的 郑成功画像 和一级古迹大天后宫妈祖神像 两个修补案例 一件文物能够永久流传 究竟科学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让我们一同学发现 郑成功原名郑森 祖籍福建泉州 出生于日本九州 父亲为郑之龙 母亲是田川氏 十七世纪中叶 郑森率众在中国东南沿海 及金门抵抗清军 公元1661年4月 由鹿尔门登陆 将占领台湾的荷兰人区里 早期受南明皇室赐姓朱 明成功 封为颜平郡王 因此郑成功有国姓爷 郑颜平 郑王爷等各种称谓 除了以团兵制建设台湾 郑成功并且招募大陆沿海居民来台开墾 虽然在台湾只有短暂的十四个月就病逝 三百多年来 他对台湾的影响深远 从南到北经常见到成功 颜平 国姓这些地名 街道名 以及学校名称 都与纪念郑成功直接相关 他是一位民族英雄 台湾民间将他奉似为正式祖先 并且神格化为开台圣王 成为重要的本土信仰 全台祭祀庙宇多达上百座 有不少民间传说 以他为主角 关于郑成功的画像雕像众多 形貌各有差异 郑成功的真实长相 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国立台湾博物馆 我们有一个所谓的镇馆的三宝 郑成功发像是其中的一幅 另外一个则是康熙台湾鱼图 还有另外一件就是台湾 我们叫做台湾民主国蓝帝黄虎骑 这三件物件虽然是不同的时代 但是它在不长的时代中间 各代表了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所以可以算是台博馆里面的收藏 将近十万件收藏里面 最重要的三幅三件作品 台博馆典藏的郑成功画像 据传是郑成功生前命人所惠 在后世流传的郑成功画像中 这一幅画很可能是最早 也最接近真人面貌的肖像 郑成功的孙子郑克爽祥亲时 将这幅画托付郑成功的堂兄弟 郑长送回泉州 但郑长并没有回乡 而是牵制台北后山皮定居 传至第五代郑围龙池 明治四十四年 公元一九一一年 在当时佐久金总督授意下 将此画送给了台湾神社 台湾光复之后 移交今日的台湾博物馆收藏 修之前它整个 我们甚至连打开都不太敢打开 因为它的这个颜料已经脆化到 到你抖动一下 它那个细细的颜料就会掉落下来 已经破损到这么严重的底部了啦 那它在修复过程当中 到底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它已经破损很严重 代表是说它很多的上面的历史资讯 都已经这个有些可能已经不见了 比方说我们很想知道 郑辰宫到底有没有胡子 在这幅画上面好像 好像是留了几拖胡子 但是那幅 留胡子的部位就好像 又有点模糊 因为年代太久掉落了 另外一个觉得大家很想知道 到底郑辰宫生前 它那个 那幅画像 它那个袍子上面穿的 到底是不是龙 OK 那看起来 现在我们残留上面 看起来好像是有一个 有些龙的形象在上面 但是它如果是龙的话 那有人在质疑 就是说 郑辰宫那时候事实上 最多只是一个王 严贫俊王 绝对不太可能是 是僭越到穿到龙袍 郑辰宫的困难之处是 如何去回复它的这个原貌 因为棉酒烈化 加上早期保存环境补佳 郑辰宫画像的画星 早已经呈现多处折痕 断裂 而且颜料严重脱落 导致画面斑驳 状况比收藏千年的送画还糟 为了抢救这件 有关台湾历史的重要古物 台博馆正式在进行修护之前 从2004年起 展开画像的历史背景调查 同时进行科学检测分析 试图找出 画上隐秘的答案 还原郑辰宫的本来面目 中国东南沿岸的外移文化中 妈祖曾经是汉人 飘洋过海移民的新驱者 也是改朝换代动荡中 神招海表安抚民心的寄托 所谓妈祖宫前裸鼓闹 半离唱出下南枪 台湾海峡宽达数百公里 古时候专靠帆船百度横跃黑水沟 形象缓身 赴台湾的船只往往在海上漂泊 二十余天不得进退 在这样的情况下 渡台的官吟 商人和水手都会前倒妈祖 至于常在海上往来的福建水师 更成为妈祖的基本信众 年间传说 郑辰宫登陆路尔门的时候 船舰上供奉了护军妈祖 将台江之水涨高 相助郑氏军队顺利上岸 台南大天后宫创建于明万历年间 最初位于赤坎称作天飞宫 至于现在大天后宫所在的位置 原本是明镜王府 宁静王是明太祖的九世孙 他跟天飞宫的住持交情很好 康熙二十二年 公元一六八三年的时候 狮郎公台明朝灭亡 宁静王殉国之前迎天飞入府邸供奉 狮郎在宁静王府 接受郑克爽祥情之后 以妈祖显灵驻战的理由 奏请进封天飞为天后 成为第一座关键的妈祖庙 因地位崇高被尊为大天后宫 现在是国家一级古迹 嘉庆末年一场大火焚毁了大天后宫 宫中的镇殿妈祖神像幸存 随后在道光年间公元一八二一年重修 这是全台最有历史价值的尼肃神像 2004年的6月11号 大天后宫的镇殿妈祖神像头部突然间掉落 引起了各界议论纷纷 专专业的文物修补师立刻赶到了现场 究竟他们能不能找到妈祖断头事件的玄机呢 而妈祖神像是否能够恢复到本来命母呢 因为白蚁的注食 还有因为潮湿涨霉 还有因为年久失修 所以它的骨架已经没有办法再负担 它外部泥塑的重量 头部开始产生裂痕 在电子行为地下 不同的颜料 我们用特殊的侦测器去政策收腊范 不同颜料的东西会出现不同的一个色界的表现 那经过这边的一个交叉的比对 就会发现说 从下面的土胎开始 它除了经过 等于说历次的一个修复的痕迹 修复过后之后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 可能有烟熏或相关的一些 一些结果造成它表面的一些 长屋的附着 成另外一条 变成有另外一个界线出来 然后可能又经过某一段时间 又有修补过 又加了一层上去 然后上了一层颜料 那又一段时间 可能又张屋 刚好就可以张屋 从这一个断面里面就可以发现说 至少 我们取到了这个断片 就经过三次的修复 其实前几次的大修 都是把它的外表 它的裂缝封起来 OK 让我们看不到它内在的一个伤痕累累 人要衣装 佛要精装 所以它的衣着上 一直有不断地有金箔贴上去 所以它的裂缝 其实是被金箔掩盖的 我们发现 其实它不光只是头断裂下来 它的身体已经分为四块 那组神像修护工程 唯由当时任教于国立台南艺术大学 古迹维护研究所的张远凤教授进行 日籍教授孙纯一 常则侍郎为顾问 在展开调查研究之后 聘请杜木河匠师 于2005年元月正式施工 结合传统艺匠 学术科技 宗教习俗 创下一集古迹中的宗教文物 就地修护先礼 在清理的过程中 修复小组意外地发现 三块十公分乘以七公分的大理石石碑 以英科楷书写明马祖的身世 还有道光元年之二年 由当时三郊初前所进行的神像修复工程 除了找了三块十倍以外 我们在马祖的肩膀有烧焦的痕迹 还有它颈部有钙化程度不同的泥土 所以日籍教授生存一样 他发觉这个神像已经修复过好几次 所以那么在清初 甚至更早的一代 已经建造神像的这个事实 可以确认 在二十世纪的初期 科学家渐渐自律于文物材质的研究 而这也是当下修复哲学的主流 科学研究的目的 在于随着时代的远进 当未来有更好的材料 更新的技术发展的时候 这些文物有被再修复的可能性 这时候就凸显出保留文物的历史性跟真实性的重要 如何确知文物的材质呢 那需要用办案的态度跟方法 利用专业的知识 以及科学检测的仪器 抽丝剥茧地了解文物材料 它的特色和性质 除此之外 还可以利用科学检测仪器 知道文物组成的成分 以及它的棉带 进而解开它的生死之名 那就我所知道 生物界经常用荧光灯来检测 它这个黴菌 或一些个生物的特征 那我们地磁界 其实很容易就是拿来做 荧光矿物的鉴定 那在这个文物界 它们用荧光灯是怎么的鉴定方式呢 那这两个纸张的话呢 看起来基本上都是一样 那我们右边这一张 就是我们一般的荧因子 那左边这个都是我们 大概修复会用的纸张 那我们可以在荧光灯下来看一下 它有什么 有主要会有什么 很大的差口 那可以看 对啊 非常清楚 明显就可以看到这两个 我们新做的纸张的话呢 一般来讲就都是会有荧光的反应 是 所以这样子 它如果有新的修复的方式的话 一看就可以看得出来 对 没有错 而且荧光的强度的话呢 很难会完全一样 不同成分的有机物质 在荧光照射下 会呈现深浅不同的色调 正成功画像 和妈祖神像的检测 应用这样的光学特性 来区别出 这件文物上的某区域 是否和其他区域材质不同 有的话 就是后来补上去的 可见光 紫外线 紫外线 X光等都可以用来激发荧光 用紫外荧光为妈祖的头像拍照 可以看到鼻部有一道特别白的地方 那是虫柱的痕迹 柱虫就是由此 进入妈祖像内部的木柱啃食 在清理过程中果然发现 塑像内部布满密集的白蚁管道 与白色梅丝 可见内部的湿气极高 才会造成骨架完全腐坏 与速度松散 我们在现场刚好就捡到一只 白蚁上面的翅膀 我们刚好就它一流下来 跟翅膀 我们发现把它捡下来 就类似像这一只 那经过上面的一些 比较显微的一些 微特征去辨识之后 我们发现 事实上去吃它的 吃它的白蚁是一种加白蚁 那我们知道它是加白蚁之后 因为加白蚁跟其他的白蚁 它可能在生活生态环境上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可能在环境上面需要特别去改善 避免这一方面的 把这种白蚁再继续来这边生活 那这些科技的问题 好像我们日常生活都常用得到 像红外线 紫外线等等 红外线跟紫外线的话 它并不是说非常高科技 然后它对于这种成分的分辨力 有非常好的能力 其实它这方面的能力非常的差 但是它最大的好处就是 它一次可以看整张画面的表现 而不是局部的 对 所以呢 它这个在我们最检视整张画面 我要判断它哪些趋势 修补过的啊 或者是它这个地方呢 有损伤 有受过损伤啊 所以它可以一次把整张画面拍出来 所以它的效用是比起其他的方法来讲 它非常简单 但是它的整个的 对于整体的评估来讲 它反而是非常有用 承接正成功画像科学检测工作的 国立文化资产保存中心筹备处 2009年已经改称文静会文化资产总管理处 筹备处 这里有台湾设备最齐全的保存科学实验室 致力于延续各类文物的生命 我们会研究一些材料给他们使用 是 对对 像这种是比较材料的方法 整个东向它表面上看起来已经破损得很厉害 是 那到这边来用这个科学检测的方法 你们有看到什么样的东西吗 我们当初给他的一些资料 包括有一些像紫外线 红外线 还有一个色线 X绕色 各种方式的仪器 最主要是因为 这些仪器可以提供给他不同的讯息 就好像说当初他 我们看紫外线 我们就发现说 他的背面很多一些压条 这些列统都是因为压条在底下 而造成的一些破坏行为 是 第二个我们也用像颜料分析去了解到说 他的一些绿色的大部分都是矿物型的石绿 原品巨王尺 那里也有一张郑成功画像 那我们就发现 为什么有两张郑成功画像呢 郑成功画像纳入台湾神社时 左九间总督曾命日本旅台画家 纳虚丰庆 根据此画 临摹一幅送给郑维隆家族 这幅临摹画像 典藏在台南盐平郡王词 某本不但忠实描绘出人物神情 还刻意勾绘出原画的破损位置 证明郑成功画像早在明治时期已经严重残损 那从1911年到2004年总共有83年的时间 当初日本人在描绘这张郑成功画像的时候 他是连他损坏的地方都去很仔细的描绘出来 所以说在83年后我们所描绘的一个破损图 那跟83年这张图去做比对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这几年来它到底有哪些损坏的一个损损状况 目前这幅画像的画心长100公分 宽60公分 从两边的座椅并不完整可以推测 有重新装表过 仔细目测 可以看到基底材老化 黄化 颜料层玻璃 污渍 不当的补彩和补彼等裂损状况 基底材背面 因为使用的补墙纸条过于宽大 在光珠上显现出严重的裂痕和破损 不透光的横向纸条 是旧有修护时的修补材位置 因为硬度太高 造成补纸边缘劣化 文化资产总管理处 动用了多项分析仪器 为正成功画像进行非破坏检测 包括红外线摄影 紫外线摄影 简称XRF的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仪 简称XRD的X射线绕射分析仪 简称FTIR的复利液转红外线光谱显微分析仪 以及扫描式电子显微镜和色差仪等等 画像的一个左半边的一个脸颊部分 我们发现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合斑 那我们经由紫外圈去发现 它竟然没有一些荧光反应 它代表可能没有一个黴菌的一个存在 那当然我们有采集的方式去采集黴菌 可是发现没有黴菌存在 然后在红外线部分 我们也试图用红外线去投射 那我们也发现 它也不是一种颜料的一个残留 那所以它可能是一种水质的一个痕迹的一个存在 欣赏衣服画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画面颜料的色彩 没有办法深入内层 看到里面的颜料和构图 因为里层颜料反射的光波 都被上层饮料散射淡化了 利用红外线的穿透力 就能够反射这幅画的底层特征 协助我们看到被覆盖的痕迹 比如发霉的图画 寺庙被烟熏的彩绘 被墨水污染的字画 在红外线之下 书画的原貌一一现形 如果画家喜欢用木炭、黑粉、黑末等红外线 无法穿透的材料来构图 然后以容易被红外线穿透的植物性 有机燃料作画 那这些画透过用红外线摄影 就能显现出隐藏在彩绘颜料下的原始构图 但是物理性的红外线 只能呈现出被罩体上不同的区域 如果想知道这些不同区域的成分 必须再进一步做化学分析 那我们针对它 正能光画像上面的各种不同的色系 做XRF的荧光分析 像它正能光画像上面有个红 它帽子上面有个红色的一个帽顶 那我们在检测上面就可以发现说 事实上在这个红色里面 是由两个成分所组成的 一个可能是原先的颜色 另外一个是被修复过的 比如说我们在检测过后 就会发现说 比较大面积就是比较红的部分 可能是有拱的元素在 那这可能就是我们一般在使用 类似像印尼那种的颜色的颜料 那可是在下面半部比较淡的这部分的话 含铁 那这部分可能就是铁红 那可能是后面的人在做 它有脱落前来这种情况 可能修补的时候所使用的一些颜料 白色的部分也有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差异 我们在这边可以发现说 修补的跟原来的颜色 所使用的颜料有点区别 原来的可能是用千白 可是后来的修补的颜料里面 可能还有一些太白或碳传开之类的成分去混合 这等于说后面的新代材料 破损了一个调查跟检视以后 我们现在总共挑了一个44个点 那我想说从上而下 那我们找出不同的一个色彩 或者说不同的材质 那我们来做一个SRF的一个检测 SRF可以分析原子量大于铝的元素 如果文物的材质或颜料属于矿物性 通常含有金属元素 就适合用SRF做材质成分鉴定的初步判断 通常红外线、紫外线 会用来将文物整个扫一遍 而SRF则是单点检测 不过因为SRF无法检测植物性颜料 所以针对一件文物 还是会同时采用多种检测法 将资料综合起来判断 我们所谓的荧光反应就是说 我们打一个比较短波长的光 照到这个物质上面的话 它会把这个物质从原本的低能量 激发到高能量 那么它从高能量跳回来的过程之中的话 它本身就会发光 如果S光的话激发的是金属原子 内层的电子 它把它打到外层上去以后 那么它从外层掉回来的时候 不同的元素 它就会发出不同的波长 那通常原子序比较大的原子的话 它所放出的S光的荧光的波长 就会比较短 能量就会比较高 那能不能给我们举例 那这个就是首提示的S位荧光 光谱仪 那这里面的话 会有一个高压电 打到一个金属以后 它放出S位的光 打到我们的样品以后 它会增射所发出的这个 反射回来这个 所发出的荧光的S光的能量 然后由这个S光的波长来判断 这里面的样品的话 里面含有哪一些金属元素 以及它的比例是如何 那它基本上就可以用来判断 这个成分是什么 一分钟后的话 它就会告诉我们 这个硬币的成分是什么 那这里面的话 它成分含量最多的话 是铜 那高达93.5% 那其次的话是镍 6% 然后以及一些少量的金属 所以它会呈现金黄色 科学家用来检测文物的仪器 大多数是利用工业上 所使用的仪器 在非破坏的考量下 检测范围必须越小越浅 才能做到对文物无损 这是工业用仪器 应用在文物检测之后 科学家们必须特别去研发新型仪器的动力 以前要侦测红外线的反射光 必须利用特殊的感光乳机 使用上非常不方便 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为了军事上的用途 才有成熟的产品出现 但是现在数位摄影机或相机 改装后就有红外线透视功能 方便携带到文物所在的现场 物理学家的观点就是 样品我们一定要量得非常准确 但是所以我们就要求要取样 所以我们的机器是往精确的方法去做 那么这个目前所应用在古语物检测上 它最大的挑战就是 它必须要非破坏 那我们如何在非破坏的情况之下 如何提高我们这些设备检测的精确度 以及它的分辨能力 那显然这个东西的话呢 还是一个全新而且值得我们去努力的领域 修复工作并不仅仅是 恢复文物它的功能性跟美观性 最重要是要了解它的本质 针对它的本质特性 设计出一套正确的维护方式 减款它最后老化的速度 这才是全方位的文物修复工作 说郑成功画像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国画 它具有非常典型的中国传统的 这个祖先画像的这个风格 已经考虑最后决定选择国立故宫博物院 就是在原因就是在此 第一它是具有修中国画的一个传统 第二是它不只是有这个传统 而且最近已经发展出相当成熟的 现代修复科学的观念 还有它的技术也都相当成熟 在这个修复过程里面 我们还是做了一些辅助的检测 包括SRF还有实体显微镜 红外线还有多颇域的荧光 射影把它解决修复上一些眼睛看不到的一些问题 现在的器材其实是更加的细微 也就是说把我们眼睛的深度 还有细腻度扩大 所以我们的器材基本上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做选择 那我们现在常用到的就是说 比如说实体显微镜 这实体显微镜其实就是一个比较高倍率的放大镜 那我们在做一个细微的观察检测的时候 可以因为我们这么细致的动作 可以减少到它某种程度的破坏 我们藉由FTIR仪器的检测 我们在正常工画像的袖子的部分 我们发现了蓝色颜料有普鲁斯兰的踪迹 其实普鲁斯兰在任何一个国家 它都有断带的一个作用 因为普鲁斯兰是在1724年发现 这一次在这个正常工画像 有特别看到这个的踪迹 代表了它有可能 它画的时间或者是它修补的时间 我们必须再详细的去确认它 这一次的修复过程中 也发现它至少有三次以上的修复的记录 在不同的修复的时代 可能会针对这幅画做的原来的色彩 做补彩可全色的都有可能 所以测出来的颜料到底代表 这是原画真正的颜料呢 还是后来补彩的事实所画下来的颜料 这是一个问题 它事实上测出来的 它测出来的只是这个严格来讲 它只是测出那个颜料中间 含有一种铁的成分在 机器并没办法告诉我们 那个是普鲁斯兰 就是说它测出来的颜料成分里面 有铁跟那个颜料 是不是普鲁斯兰 这两者之间可能 并不能那么骤然化为等号 因为它真的很脆弱 我们当初在检测的时候 是轻轻一碰 理论上是要压 那我们不敢压 所以我们只要看到一个讯号 故宫博物院做检测的时候 也发现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 它本身全服 包括颜料还有空白处 还有每个颜料的部分 都发现有一个铁的离子 那其实这也在绘画技巧里面 其实也可以解释为 就是说它在绘画之前 这整张画其实可能它是有染过颜色的 XRF它可以穿透这个表面 大概它量测的这个范围 大概从几个尾米到 甚至到几十个尾米都有可能 那我们知道这个 像正成功画像这样的东西 就是说它不像一般西洋的优化 它绘画层可能很薄 染色的材料本身 如果有铁的话 这个讯号一样也会被 XRF侦测到 那包括就是说 原来使用的颜料成的颜料 然后后来再用全色的颜料 如果说里面含有铁的成分 在XRF里面都可以看到 所以意思就是说 有时候在判定上 它光从这个XRF 我们很难判定它是属于哪一层的 如果涉及一个年代判定的时候 我们尽可能用 各种不同的仪器 比如说达曼光符 或者是所谓的FedFry的XRD 就是X光绕色光符等等 来做进一步分析 那么光符可以告诉我们什么 它就可以告诉我们说 这个铁是这个绘画层的 这个普路士兰的铁 或者是氧化铁的铁 跟XRF结合起来做一个 比较精确的判定 就可以避免掉一些不必要的争议 以科学仪器检测 确认问题和部位后 2007年7月 故宫表画室开始修复行动 针对画心仔细地清洗 揭表 补纸和全色 原本严重折裂 残损斑驳的画面 一顶一滴地 重新恢复平整 洁净的外观 延长保存寿命 关于大天后宫的妈祖 有很多的民间传说 传说中 欧米妈 黑米妈 是救苦救难的象征 然而 我很好奇的是 这宫妈祖 究竟原本是什么颜色呢 康熙二十三年八月以后 他因为司朗座请 加红妈祖为天后 那个神格崇高 所以妈祖的那个面孔 就已经改成金面 那究竟这个大天后宫的妈祖 他可不可能是粉面妈 金面妈 还是他本来就是黑面妈 当初的设定修复完以后 他应该是黑脸 跟他现在的脸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中 因为我们用红外线检测出来 然后我们用紫外线也检测出来 就是在他脸部黑色的下沉 有一些其他的物质存在 而且呢 我们也发现到说 他脸上黑色的这一层呢 他是其实他是因为烟熏所造成的 他是因为烟熏造成的 那么在这个烟熏的成分里面呢 我们用电子神维镜的一个检查 检测的结果发现 他其实表面上的这一层黑色的烟熏里面 含有非常高的流化成分 那下面的这一层是什么呢 我们用非常安全 然后又再找了一个非常不抢眼的地方 也就是在妈祖的耳朵下面后方 一点点大概不到十块钱的一个 一个大小的一个圆镜 我们用测试的方式检测了一点 发现说他的下面是金人 我们也在红外线检查出 有后来添加的笔触的痕迹 确认妈祖的脸在烟构之下 原来是金面 之后就要进行清洗 将有害的流化物质去除 还给妈祖本来面目 这看似简单 实际深藏奥妙 清洗妈祖的黑面 包括一系列复杂的过程 涉及化学 物理 环境等学科 并非擦干净表面 烟熏的污垢就可以了 把他的有害物质去除之后 由专家委员来决定 是要恢复到 他的原创性的金面 还是恢复到 他的历史性的黑面 如果今天的答案是黑面的话 我们可以调一个 跟他质感完全一样 而且这个黑色是安全的 稳定的 再把他涂在他的黑脸上去除 会议的结果是金面 绑拉祖洗脸之前 根据对黑构采样分析的资料 修复小组选择了安全的药剂和工具 他们必须先做局部的测试 然后才能大面积使用 否则一不留神 一番好意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非常非常兴奋的就是发现到 其实在他的黑色下面 画了非常精细的眉毛 眉毛是一根一根眉毛画上去的 然后在他的全黑的眼睛里面 清洗前是全黑的 我们经过清洗之后 它是黑白分明 他的黑色的眼珠呢 是黑色的琉璃 然后他的眼角旁边呢 也画得精细 非常精细的血精 然后他的嘴唇是非常自然的出沙色 那经过清洗过后的麻祖像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麻祖像吗 大概有80%左右是完整的 那其他有一些小的破损 就比方说我们在这次头像掉下来的时候 它有碰撞 有一些右边的脸有一些伤痕 那怎么办 怎么修补 要填它的这个缺损的金色的时候 我们就有研发一个安全的一个 保护层 我们把这个溶剂涂在我们的 Original的外侧 全部Original都保护好之后 我们后家的颜料 是涂在我们的保护层的外面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说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原作 不管今天它是受损的 或者是它是不完整的 它的原作就是这样子 那当下一代的人 他们要来清 要来修复或者是维护我们这尊妈祖的时候 他们可以很轻易的找到这一层保护层 然后把保护层以上的 我们的后家的物质 完全非常简单的清洗掉 回复到它原创的感觉 这个就是我们在修复上 很重要的一个伦理叫做可逆性 经过张老师的工作团队重重的努力修复之后 国家域古迹大厅后宫的黑面妈祖 终于回复到百年前的金面妈祖 文物的修复工作真的是很简单 2008年12月 郑成功画像的修复作业终于完成 从最早期的进行历史调查阶段开始 这件修复案历经了将近五年的时间 建立了修复文物的完整流程 成为台博馆 文化资产总管理处 故宫 三馆第一次的合作成果 把修复后的正成功画像 与修复前的残损影像 以及模本相对照 古画重生 其实是现代科技与传统技艺 相辅相成的结果 如果没有现代科学的运用 修复过程中不可能探究古画的原貌 其实我们很清楚 如果我们用现成的实力来补 可以补得跟它整个颜色 它的质感都很相似 可是我们后来选择的是心眼 一种油料颜料去烧的 然后有颗粒的颜料 主要就是为了要跟它有点落差 那个落差就是说将来你用其他的仪器检测的时候 其实就很容易判别 到底曾成功是长的是什么样子 那我想就这幅画来讲 我只能说他因为他的年代早 所以说可以说是在部分反映出 曾成功真实的长相 那另外这幅画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说 他既然是可能是曾成功当时画了 然后传给他的子孙 所以说你可以说这张像可以算是 曾成功当时希望他后代人看到他的一个形象 他脸部一直呈现不是一个很清楚的轮廓 那我们包括就是说文资中心 还有故宫博物院 这边在做检测的时候 都希望说找出他原有的轮廓 当时候用了红外线 不过最后的结果其实没有像我们所想的那样 那就是说他轮廓还是没有那么清楚 有可能是他绘画技巧里面 他也许那边就没有用到木 他没有用到木 你用红外线来照 他本身就没办法看出他清楚的轮廓 或者是当时候有用木 因为他木太淡了 那这个已经太淡的话 他没办法在机器的一个范围里面 在一个判断范围里面 他没办法成效 那到底他有没有留胡子 那在政府画像上面看着你会觉得 即使修复以后你看起来好像是可以 好像有又好像没有 这样有点有点这个模拟两可的样子 也就是说意思就是说 他当时破损状况比较严重 即使经过修复 我们也很难把它当时真正的情貌 完全的复原出来 这是一项遗憾 2006年1月25日 大天后宫八祖神像修复工程 由内政部正式验收 然而庙方在2月17日 举行崇光大典前 应应部分信徒要求 在神像表面涂布一层高亮度金粉 增要神像光辉 改变了验收时原有妈祖神像古仆的面貌 变调的后续发展 再次引起开放空间内的文物保护议论 因为这个金粉本来是有信徒 它特别要求是这样 也要鼓舞鼓鸡 也要这个是有人参拜 也要顾虑到信徒的观感 庙方的立场兼顾文物 也要兼顾信众的看法 是这样 它必须曝露在几乎半开放的空间里面 然后庙里面的一些烧金纸 或者是点香造成的空气污染 还有这些四季气候的不断的一个变化 恶性循环 所以其实很多在庙里或者是民间的文物呢 它受到的保护是绝对绝对不够的 当这一类散落在民间的重要文物 让我们修复完 要交还给民间去保管 去保存的时候 其实后续的观察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本身在这里有三十几年 那年轻的时候 听我们那个蔡阿干啊 一个转干事讲 他今年在世的话95岁 他说那民国56年 从这个底下败病史拿开以后 他下去清那个水道 那我有一点不相信 结果最后我们请到那个成功大学 土物研究所李德河教授 他用彻底雷达在马祖座向前面测了 真正有四个出水口 这四个出水口离地面只有60公分 在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 我们委员会为着要漂亮 把它加了五个龙头 加五个龙头以后 整个那个水道就把它盖起来 盖起来以后水就出来 那么直到去年 我们经过跟文件会申请 那个同意以后 就把那个换掉 恢复原来只有四个龙头 回来只有四个龙头 新的五个龙头拿掉以后 那个水就出来了 因为这里这座庙是林建隆王府 他所蕴含的意义 是因为郑成功跟明朝 是以北极兴住居 所以北枣七兴 所以本宫的那个出水口 是排七清水 北枣七兴的形状 它排七清水 在四十几年的时候 那个水道 遇到天气坏的时候 有小的那个毛穴会跑出来 所以这里是台湾的虎城 第一块宝地 叫做毛穴穴 所以就要维护马祖精神 因为它是土木活生 用泥土跟木头 做起来的活生 所以最怕的是水分的调节 才特地来从这个水 排水去着手 这个是修复的另一个工作 活保存没有洁净 也没有神机 主要取决于人类 对于典藏的正确知识 跟维护的专业能力 其实我们常常自己 把自己比喻成是文物的医生 也就是说我们人会生病 文物也会生病 那么医生医病人 我们只是 我们的对象是文物或者是作品 那在修复的时候 同样我们就会考虑到说 每一张作品就跟每一个生命一样 它有不同的体质 那它又有不同的损害方式 那它有不同的一个保存机制 所以说在不同的条件和不同的目的下 我们要怎么样开出我们正确的处方 一个用药的处方 这个就像医生医疗病人一样 尿索回生这四个字跟我们的立场 并不是十分的吻合 我们的主要的一个工作任务 是在延长这个谷物 它的强度跟它的寿命 使它可以一直沉传下去 第一个就可以从照明开始改善 因为照明里面它常常会含有紫外线 那紫外线是造成文物烈化 或者比方说像褪色啊 龟裂啊这一些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人在那个太阳下的皮肤就会受到紫外线的伤害 那同样我们这些文物呢 这些材料基本上也是会受到同样的伤害 光阻辐射里面影响最大的其实是紫外线 因为它的能量最大 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平常想像说 我们在太阳底下的话会伤害皮肤的 就是紫外线 那紫外线的能量很大 它会破坏这些染料分子 或者是这些有机物的分子的化学件 就会把它化学件打断 那基本上就把它给破坏掉了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的事情就是 如果是颜料 它就会退色 那如果说是其他的纸粘 或者是布的话 它就会变直 在过去一个师徒制的制度中 常常文物在修复的过程中 它是用什么样的技法修复 它是用什么样的材料 或者是药剂配方 它中间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其实今天所有的作为 都应该要让它公开化 要让它透明化 也就是说每一个文物在修复完之后 它一定会有一本修复记录 那么这个修复记录里面就包含了 从这个文物进入到这个修复室开始 所做的调查 修复前的调查 它是属于什么样的材料 它哪里有损伤 损伤的状况是什么样 那么损伤的原因是什么 那经过种种调查之后开始修 修复的时候 我们的对策 我们的方针是什么 那修的过程中 我们用了什么样的药剂 什么样的技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修复前 修复中和修复后 它有什么样的差别 这些我们都会非常完整 非常公开的 非常透明的 记录在我们的修复报告中 然后当这个文物回到它的典藏单位的时候 不是光是这一个文物 而是这个文物加上这一本修复报告书 那我们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可是文物的生命 如果我们这一代保存工作做得好的话 是无限的 那等到我们下一代要修的时候 它就可以从这本修复报告书中 得到完全非常切实的记录 那它就可以知道这里发生变化的时候 是因为比照报告书里面 是因为哪一个药剂 或是哪一个步骤 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它们就可以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我们必须对文物一百年两百年以后负责 而且甚至要对我们的子孙负责 所以这个交接的工作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年代越久远的文物 它的本来面目就越是难解 为了依赖追求真相的科学精神 以及重视文化资产的人文智慧 才能让我们的子子孙孙 跟我们共同见证同样的时代贵宝 今天谢谢您的收看 发现节目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